2023年冬天从广东自驾回北京 之前去过很多次深圳 这是第一次来深圳的龙岗 感觉很不一样 这个看到就是转到 大家好 严平Mrs. Gary 现在是在深圳的龙岗 龙岗这边 我也是搜了一下才知道 龙岗应该是一个客家的 一个小的基地 然后这边有一个客家的民俗博物馆 而且是深圳包括扇尾这一带 其实它应该是广府和客家的 一个中间交界过渡的这么一个区域 既然有个这个博物馆 我就过来参观一下 看这块应该宣传的标语也是 客运龙岗龙岗这个区域应该是客家属性比较强 就是看它这个还真是挺古色古香的 这个官方的名称叫贺湖新居 它是这个星宁罗家建的一个大的围屋 上百间房吧 好像还是免费的 龙岗客家民俗博物馆 贺湖新居 挺好的 这个免贺湖新居 然后进门登记一下 还给一本参观的导览 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这块就是罗氏 清零罗氏 清代乾隆到广东这边 因为客家人应该就是中原汉族人吧 中原迁到广东这边 应该历史上是有五次迁徙 然后我看它这门口介绍是 清朝这主要是第四次迁徙 也是福建江西这边过来的 就是这个罗氏 客家人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但这个我刚才看介绍吧 其实很多的那个重文 现在已经是成为 我觉得国内的一个标配了 就各个民族都是 因为我不是汉族人嘛 但其实很多东西 我觉得现在已经成为一个 国内的一个共识 所以每次看到这种大家族的庙宇啊 这个府地宅地的这些 很多这个一些良好的品德吧 都是呢 就是需要去学习的 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对于 这个比较快速的一些社会变革 然后一些美好的品德啊 道德标准 都是需要去延续的 这应该是所有民族吧 很政治正确啊 刚才这一段 不过确实是这么一个道理 人不多 哦 这个庭院 面积很大 这种老建筑吧 就很凉爽 温度比这个外面 能低个几度 直接能感觉到的 就这种景点最好了 又不要钱 人少 然后又是古色古香 挺古朴的 这个适合开会啊 对 崇文重教 尊师重道 这其实景区人太少的话 也挺渗度 这个区域是讲他这边祠堂的 啊 祠堂的一些木构架 然后这个长的呢 上面有很多花纹 它叫子孙横 就是屋顶里横着的那个木构架 风靶 也都是雕花 那个有美好寓意的 都是有讲究的 而且力学方面也是有科学依据 木头的受力传导到下面的一个承重的一个柱子上 就这横着的是梁 然后垂直的是柱 一般三五七 这个区域是讲这个客家吃的东西 然后这个字呢 我查了一下叫板 就是米饼 各种各样的饼 这码头吧 看着 艾板 艾草的米饼 萝卜板 红茶果 这些炸油糕似的 米糕 银板 冻子 瓷板 这边也在修缮 客家建筑 不见这个土楼也是客家的 这个就有点像城堡了 它这个博物馆的这个构造呢 就是一个大院子 几进的 一共有几进 每个进就是一个大院子加一些小房间 然后小房间就做成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的复原 这边就是一些手工业小作坊的呈现 就是原来深圳那边客家的围物还挺多的 明清的时候过来之后建造的 然后说现在保存下来的还是比较少的 这个算是一个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一个 今天天气挺好的 云层的厚度很明显 这个是龙岗的城区的小巷 然后找一点小吃看看它这边比较本土的东西 刚才路过家店聊了一下 但是这本地的特色就是这个板 就米子旁加个反的那个小米饼 找一找去 真的之前来深圳出差 一般就是南山福田这些市区的科创区 龙岗这边没来过 和想象中还挺不一样的 终于找到一个差不多的 这个就是板是吧 这个是爱板 这是韭菜还有包菜好像说 今天吃了好多面食 然后刚才还看见一家店 我觉得应该挺好吃的 找一下 应该挺好吃的 猪脚是吧 菜市场里找了一个猪脚饭 让老板给我配的 然后刚才买了三个三个板吧 米饼 吃这个味儿 猪脚 好吃的 这配菜也挺入味儿 然后刚才那个说客家的这个板 爱草里面还有馅儿 好吃的 也是很筋道 里面是花生芝麻那些 有点像五仁馅儿的月饼 糯米饼加五仁馅儿月饼 这猪脚饭呢 肥肉很好吃 椒圆蛋白 好吃 然后再尝尝这个韭菜馅儿了 韭菜馅儿的糯米饼相当于 这韭菜就像韭菜馅儿包的味儿一样 但它外面的那个米呢很弹 有嚼劲儿 就整体都挺好吃的 两块一个 都吃完了 然后三个米饼呢 两个各吃了半个 一个还没吃 因为有点干 或者回车上 有水 边开边吃吧 晚上准备到 汕尾 海陆丰 先这样 龙岗整体感觉比我想象中的 更接地气 这个看到就是转道 这个看到就是转道 下了高速 现在是在去汕尾市区的路上 然后听着介绍潮汕的Podcast 虽然汕尾它不一定属于潮汕地区啊 当然这个还是存疑的 但是来到一个新的区域 学习着新的知识 这种感觉还是很让人兴奋的 民宿在一个小区里 凉爽的海风 还是在这边吧